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Budelstrap4 今天我给您的标题是 咱们大家请看 制作TAP菜单 也就是说今天咱们要制作TAP菜单 跟没说一样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 就一个制作TAP菜单的内容布局 什么意思呢 因为制作TAP菜单 可能需要几个步骤 今天咱们先制作TAP菜单的内容布局部分 因为它需要一些扎辣椒本的地方 分两期做 好吧 然后今天这个知识点 请您参照这个网页 这是导航部分的网页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代码 其实代码并不是很多 我来给您讲解一下 咱们上期建了一个表格的section 对不对 今天咱再建一个另外的内容部分 内容区域 所以我又起了一个新的section 然后用PY等于5 PY-5 上下加上一个余白 然后咱们section老规矩 section里面一个H2 写上这个section的主题 什么 我爱NBA 因为我真喜欢看NBA 对吧 今天NBA打的不错 打的不错 库里我是比较喜欢 因为库里 我就比较喜欢安德玛 对吧 这后话了 现在我们一般买衣服 我都喜欢买安德玛的 好 咱们看 一个小标题之后 跟上一个DIV的container 然后所有的内容 写在container里面 今天container有两个部分 第一 是这个无序号 或者叫做无编号的list 这list里面有两个list的元素 或者叫做item 咱们看 一个 因为我这个小标题是玩NBA 今天咱们就写上跟NBA相关的一些个语句 你看 第一 是这个NBA的东部 第二 叫西部 因为现在是2018年 对吧 NBA的总决赛 总决赛还没有开始 然后这个全明星也还没有开始 马上又开始 然后我这就写上一个东部西部 这个呢 是咱们今后要做tab菜单的内容 然后呢 下面呢 是针对于东部和西部呢 我稍微都定义了一句话 换句话说 今后呢 咱们点东部的时候呢 显示东部的内容 点西部的时候呢 显示西部的内容 但是今天现在只是说 我定义了一个list 然后呢定义了两个div 这两个div呢 分别对应着东部和西部的一些个球队的战绩的描述 这呢仅仅是一个框架嘛 就是像我刚跟您说 仅仅是一个内容的布局部分 没关系 我运行一下 咱们先看看 这段代码会产生什么效果 然后咱们下期呢 继续完善这段代码啊 好 我现在先运行啊 我把这段代码拷贝过来 今天是16克啊 但是我呢 先不往里追加 到上期为止呢 是这么多内容 我现在呢 稍等 我现在把它控制出来 我先布拷贝 咱们先运行一下 截止到上期为止的代码内容啊 看看是个什么样子啊 有的同学可能忘了 看啊 Header 这是section1 这是section2 今天咱们再来一个section3啊 Table部分啊 好 咱们试试啊 这不叫table 叫tab go 这是今天的内容 好 咱们运行 好 咱们请看啊 又是个小标题 我要NBA 然后呢 这因为是list 所以显示出来是东部跟西部 现在我点击是没有反应嘛 因为我还没有加渣辣脚本 然后下面呢 这个是东部的内容 东部冠军是凯特还是骑士呢 不会是猛龙吧 然后呢 第二个呢 是西部的内容 西部冠军肯定是勇士了 不过今火箭 今天也不错 这个打错了 应该是火箭今年也不错 稍等我改一下 应该是火箭今年 好 火箭今年也不错 确实不错 保罗来了火箭了 对不对 然后据说还有交易小桥单 这是另外的话题 然后今天这内容呢 我先给您做这么多 就是说呢 咱们又增加了一个section 同时呢 增加了一个list 下期呢 咱们啊 来切换这个list 来显示不同的内容 然后呢 我抛砖掩域 今后您就知道啊 这个Budelstrap list 原是这么用 您呢 可以活用到您的项目当中 好 以上就是今天 给您分享的内容 非常的简单啊 下期呢 咱们再完善它 今天的代码呢 我会放到 看中的服务器 供您下载参照 今天的视频呢 我会放到YouTube 供您观看 那这个视频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